这为什么不行啊 我们医院规定 预产妻在9月15号之前的孕妇 都不能见到 不是 这就差几天 您也不通融通融 真的没办法 友爱 那王大夫 你们怎么过来 友爱的就好 是我们想见个的啊 您看能帮个忙吗 可以啊 预产妻哪天 9月12号 真见不了 9月15号之前的 都不行 为什么呀 没病床啊 没床位 怎么这么多人啊 我没想到来这儿 还这么急 没办法 去年所有人 都迷信那个属相不好 今年 又赶上 生二胎 所以现在真的没有床位 其实你们真的没有必要 往三甲医院挤啊 你只要 孕妇的产检指标都合格 我的小医院一点问题都没有 杨广 我倒是建议你们 找一个立家进的医院 这样反正对他好 那谢谢王大夫 那我 我们再想想折 好好好 那你们再考虑考虑 考虑考虑 您先忙啊 来 三甲医院 来 司令院考虑一下 还进去啊 拿着看一看 大师 我看着就像你 我记得了 上回在厕所门口 反正教了我一招嘛 是你啊 今天又来做检查 我是来建党 有没有排上号 还没有 上回就跟你说了你不信 要不你儿子去我那边吧 不用了 谢谢 你别急着 走嘛 我跟你开个玩笑 我知道 你是想在这公立医院看 为了报答你 上回教了我一招 我呢 就给你出个主意 走走走 回来了 回来了 儿子 对呀 我今天和小爱做的 这个糖醋排骨 我朋友问大家 你来去洗手啊 知道了吗 看见人了吗 他想给啥个惊喜啊 这是惊喜还是惊吓 等会儿就知道了 惊喜就是 还想着啊 你长得这个 这真是 你说这一桌子菜 你这 静子 感觉缺个人啊 是 就是人要是齐了就好 就好了啊 对了 人现在不是齐了吗 那他边上有我呢 您边上呢 对呀 我爸没在啊 我爸要是在就好了 谢谢妈 你替他干嘛 饿死才好 听您这口风 我爸又得了你了 可您干什么 让您生气的事 您说给我们听听 他要不对 我们替您出气 你爸呀 你爸呀 把我俩攒的那点钱 全都借给他那些 狐朋狗友了 他全去投资了 你说他是那块料吗 结果怎么样 全赔进去了 我让他去找人家还钱 你说他说什么 他跟我说 人家没钱 你说 这有没有钱还是另外一回事 你得去要啊 这是态度问题 是不是 是是 你不能说好像我们是大款似的 这借了钱都不带还呢 大款借钱他也得还 就是啊 我让你爸去找那人要账 他跟我急眼 有那个急的 你都不知道 气死我了简直是 别生气 妈 对 说了 不像话 妈 您别跟他生气 爸 这么大岁数怎么办这种事 我气死我了 别生气了 哎 袁哥 咱们爸是个不会做饭啊 我爸不会做饭 我从小没吃过他做的饭 爸现在你说钱都没了 身上也没钱 他吃什么呀 我哪知道 妈 您几天没跟他联系了 就我爸是真的要吃身无分文的话 他吃什么呀 方便面 也不能天天吃方便面 我爸胃也不好 对 关键个个好歹的都是 这把年纪了 真恶出毛病了 不是一天两天能养得回来的 您也太大意了 您说咱自己家里人生气归生气 您也不能不管的呀 这万一真走丢了 我再出个好歹 说的也是 你说他万一真有点什么 要不还得我照顾 对啊 妈 你赶紧给你爸打个电话 快 问问怎么样了 看着怎么样了 别急 别急 老爷 老爷 这什么情况 怎么了 这是欠费啊 啊 对不起 不是 这整整天 我爸不能饿晕了吧 你开门 爸 我开门 这快递倒什么乱呢 别担心好吗 谁啊 这怎么回事啊 这是 呦 爸 你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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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这这么巧 你操心您哪 反正出事了知道吗 是 给机会了 没手啊 没手 快快来吃饭吧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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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这样人齐了 我跟杨光下去买酒 说着你俩给我下套啊 什么下套 下楼 下楼买酒 下楼买酒 快点聊 您 您 您走 买酒去啊 好 这老婆还生过得气呢 她老点手来了 也不让我坐下 哎呦 老婆 你也不让我坐 谁让你坐下了 老婆 你说这事我知道我错了 是我不好 我不该惹你生气 特别是不该不听你的话 把那些钱借给别人 别说那些没用的 不是 老婆 这事我真的我特别后悔 这老婆把肠子都回去了 你跟那个话 害得我老婆离家出走 害得我整天在家吃泡面 真的 我心里特别不舒服 昨天我就上他们家去了 我一小把门开开了 我说 还钱 我不是说智商闹大的啊 你害我老婆 已经离家出走了 那说不定还跟我闹离婚呢 真的 我把这事说得很严重 钱要回来了 要回来了 不 这 这 这要回来点利息 咱们还打了线条 妈妈 你放心 这都是老哥们的 还是有信誉的 钱我一定给你要玩 放心 别生气 别生气 饿死我了 能让 让我吃掉 你今天什么时候到的 十点啊 一大早上坐十点的车 巷子刚到嘛 那周五吃什么了 不是 火车上那些饭太对了 这 这没舍得吃嘛 那你下了车 你不是要找个地方 买东西吃啊 是 是 是 这都几点了还不吃饭 赶紧吃 赶紧吃 就是油温大厦我最爱吃的 我知道你心疼我 专门给我做的 谢谢 谢谢 进 邹总 明天的安排是这样的 明天上午九点 安排了您和黄远集团的 陈总见面 在郡文府酒店 中午在三楼的中餐厅吃饭 下午一点